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世上存生 人活一世 想要过得充实满足 就不能让自己陷入太闲的怪圈 今天议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真正快活的人大多都是这种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议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蔡根坛里有说 人生太闲 则别念切生 深以为然 人闲一点是福气 太闲却是一场灾难 机械长期闲置 便容易生锈损坏 人生也是如此 荒废久了 人也就废了 正如网上所说 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法 就是让他一直闲着 闲着闲着 人就失去了动力 容易滋生恶习 懒惰成性 足以毁掉一个正常的人 闲人愁多 俗话说 人闲是非多 百忙解千愁 忙碌让我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活着 而太闲 则容易让我们陷入无边的焦虑和恐慌 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不是忙不完的事 而是闲太久的那种茫然 惶恐与无助的感觉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 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 而是无聊 人一旦太闲 无所事事 便容易胡思乱想 自怨自艾 患得患失 闲出了坏情绪 丢掉了好脾气 人一旦太闲 浑浑噩噩 便容易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背懒成性 闲出了坏毛病 丢掉了好习惯 有个初中同学家里拆迁 家里一下子有了钱 换车换房换首饰 工作也辞了 一家人天天到处玩 没过几年 因为实在是太闲了 妻子迷上了赌博 丈夫迷上了游戏 俩人每日无所事事 很快就把拆迁款败光了 曾经幸福和谐的家庭变得一地鸡毛 人不能太闲 时间一长就容易成瘾 只愿沉溺于眼前的安逸 不愿追逐前途的广阔 闲得太久了 就会被生活扼杀了信心和勇气 对未来充满了恐慌和迷茫 找不到奋斗的目标 最后只会荒废了自己 要知道人生很长 你现在偷的闲 就是你未来生活的苦 人生之路不进则退 千万别让闲散侵蚀你的生活 阻挡你前进的道路 俗话说 无事则生非 人生的很多烦恼和痛苦 都是因为太闲 就像杨将先生所说 你当下最大的问题 就是想的太多 而做的太少 人越闲 便越多愁 人越闲 便越懒散 一旦懒惰成性 更会严重伤害我们的身体与生活 懒人病多 如果说闲是对心灵的折磨 那么懒则是对身体的损耗 人一旦变得懒惰 很多疾病便会找上门来 生活中不难发现 那些懒惰成性的人 往往都是一副无精打采 萎靡不振的模样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安逸的生活 身体与精神都已颓废太久 就像温室里的花朵 再灿烂 也经不起半点风雨 而田间地头的小草 风雨越大 反而长得越旺盛 人一旦太懒 就离废调不远了 曾经看过一篇新闻 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杨索 因为从小被娇生惯养 而懒惰成性 父母去世后 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 最后活活饿死在家中 村里人说 杨索的父母对他十分疼爱 从不让他干活 杨索八岁时父母出门 还用担子挑着他 不让他走路 杨索有时也试着干活 他父母看见后说 你到一边玩去吧 别累着了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杨索早已沉溺于舒适安逸的生活 宁愿饿死家中 也不愿干半点活 所以说 人不能太闲 不能懒 一闲一懒 人生就废了 正所谓物极必反 长时间不做事的人 不仅得不到自认为的那种轻松 反而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迷茫之中 经济学中有一个蓝马效应 有两匹马 各拉一货车 为主人送货 一匹马走得快 另一匹马则走得很慢 为了赶路 主人只好把后面的货全搬到前面 后面的马开心地笑了 他在心里暗暗地想 前面这匹马真傻 连越努力越遭罪这个 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到达目的地后 主人想 竟然一匹马就能拉车 干嘛养两匹马 最后拦马被宰掉吃了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 做事情投机取巧 以为自己赚了便宜 但殊不知 他为自己的未来挖了一个大坑 一旦陷进去 就再也无法逃脱 活着就应该给自己一点事做 将时间花在有价值的地方 给生活加加油 给人生充充电 生活才会更有意义 真正快活的人 大多都是些忙人 忙人快活 美国著名人际关系学大师 卡奈基说 要保持忙碌 它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药 诚然如此 忙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我国著名漫画家方程先生 89岁时身体还十分硬朗 有人向他讨教养生之道 方老只说了一个字 忙 后来他又为自己 做了一副自画像 题字就是 生活一向很平常 骑车画画写文章 养生就靠一个字 忙 忙碌是人生最好的保养剂 每天有事可做 生活才有滋味 无所事事 只会催生烦恼 齐白石大师一生 彼更不坠 在70岁时 仍然坚持 每天作画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 90岁 仍然忙碌在田间 他说杂交水稻 让他没时间变老 在今年疫情中 挺身而出的 钟南山院士 84岁 仍然坚持运动 总是精神抖擞 逻辑思维清晰 说话铿锵有力 人只有忙起来 才不会给烦恼留下缝隙 学会在忙碌中丰富自己 人生才有意义 无论生活还是生命 对于每个人而言 都是转瞬即逝 虽然我们无法延长人生的长度 就可以用忙碌来拓宽它的宽度 就像作家北野武所说 虽然辛苦 我还是会选择那种 滚烫的人生 闲下来的时间里 给自己找点事做 让自己忙起来吧 读书 写字 种花 养鸟 运动 钓鱼 所有让你忙起来的 最终都将治愈你的人生 沈从文先生说 我的人生最怕的就是闲 闲会失去生活的意义 人越闲则越懒 人越懒则越容易颓废 中国新闻界漫画泰斗 方程老先生 百岁高龄的他 提起他的养生之道 就一个字 忙 他说 忙既能健身又能一脑 甚至比昂贵的保健品 都更为难得 晚年时他依旧坚持创作 思路非常敏捷 每天还能够用自己的电脑 打字写传记 拥有91岁高龄的老人 李少鲁 他也有着同样的养生秘诀 不让自己闲下来 每天早上 他会出门锻炼一个小时 回到家后 就开始读书 看报 下午他会练书法 或者听音乐 晚上他会再继续锻炼 除此之外 他还有时间 会抽空帮老伴做家务 著名学者纪献林 享年98岁 90多岁时 他每天工作时间 依旧会超过10个小时 著名画家七白石 享年93岁 他的人生信条是 不让一天闲着过 著名华裔建筑师 贝吕铭 享年102岁 他说 工作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纵观世界上的百岁大师 我们不难发现 忙是世界上 最有用的养生诀窍 让自己忙起来 人生才有目标和方向 日子才能过得有滋有味 余生不长 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把每一天都过得精彩分成 才算得上不负此生 愿你能把握生命的节奏 活出气象万千的一生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